大家好,我是这个意大利旅游书的这个分享者 那我今天要分享旅游的五加三 那这是我女儿啦 因为她拿了我的书,所以我要换她的照片 不好意思,下一页 那我来分享一下 这样啊 然后我要分享意大利旅游的五加三 那五是什么?三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分享五件意大利旅游必须要做事 还有三个关于旅游写作分享 那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个是去年九月的旅行 然后呢,今年三月我交稿 然后八月底发书 那这本书有两百五十六页 我自己本身有超过一千张以上的照片 其实我出了这本书之后 就很多我的朋友就很好奇 他就说,你对意大利很熟吗 那你去过意大利很多趟 要不然就是你很懂意大利的美食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三个条件都不符合 其实我去意大利之前,我只知道美食有披萨 然后还有意大利美食 其实跟大家一样,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就是很突然,有机会去 然后,所以就写了一本书 所以就很多人就是每次听分享 或者是跟我聊一聊 就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后来我就发现我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 听到我出书的人就说,哦,太混了 像我刚刚好好检讨 还有这样也可以出一本书 因为很多人就说,那我去年去法国 我回来怎么没有写一本书 对不对 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点头了嘛 觉得自己太混了 没错,其实我要分享的就是说 旅行本身很好玩 而且旅行对每个人都有古特的意义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意大利的一个发现 那旅游作家主是已经说 旅游本身呢,就是不是为了要发现世界 因为世界本来就在那边 但是你可能因为你去这趟旅行之后 你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那因为我自己是心理系毕业的嘛 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旅行 也有做一些转变 然后包括生活的变化 那我在这边就是分享我的观察 所以我就有五个必做的 那因为旅游嘛 就是意大利这么大 我不可能都很相近 那吃喝玩乐的东西书上都有 所以呢,我就是分享一些我的观察 那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啦 所以万一来不及分享的话 后面就很快的跳过去 因为我想说等一下也有交流的时间啦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那第一个就是说 去意大利旅游很棒啊 一定要喝咖啡跟吃冰淇淋 然后我今天参加前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是工商信仰人有联谊 结果他们就听到说啊 一定要去吃那个冰淇淋 因为他们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然后一定要喝咖啡 那在讲喝咖啡之前先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威尼斯的一个礼导 气氛非常的悠闲 然后大家都躺在那边晒太阳 可是这么舒服的地方 你总是会妙急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上一个厕所1.5欧大概60元 然后呢 我上完厕所 我老公就说因为你要写东西 你回来要写的时候你去上 可是他上完之后 他就自己买了一个冰淇淋在那边吃 我就很生气 那我来讲为什么 我会很生气 因为呢 你一定要喝咖啡嘛 然后你从喝咖啡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很多文化 因为他们对咖啡馆的定义 跟我不一样 还有听说吃那个冰淇淋不会胖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在书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然后我就讲 站着喝咖啡是0.8欧到1.5欧 然后冰淇淋1.5欧到2.5欧 那为什么我要去花钱上厕所 所以其实我老公在买冰淇淋 我就可以去上厕所 但是他的理由就是说 没关系你要去体验看看 你才会知道这个厕所上得很累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去意大利的时候 你要站着喝不能坐着喝 你们站在看 两杯咖啡 然后一个可送叫多少钱 因为现在没时间了 24.5欧 几一千块 就是因为我有坐下来喝 那如果站着喝就没事了 这个是罗马最古老的咖啡 我刚刚说0.8到1.5欧 所以其实你可以站着喝 然后说去上厕所 可以省很多钱 但是因为这个是最古老的咖啡馆 但是有一些 也不是每个咖啡馆这么贵 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咖啡馆 那因为它是19 可能17多年 就是18多年 我现在有点忘记时间 就是已经蛮久的咖啡馆了 是意大利第二老的咖啡 所以它当然就里头古色古香嘛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观察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是会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它随便一个景点都超过100年嘛 所以我觉得意大利就是很好玩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去旅游意大利的话 你一定要去尝美食 而且要学它的用餐礼仪 因为这个是我在罗马吃到一个非常糟糕的餐 然后呢 它的坐台费 有坐台费一块嘛 就是大概40 然后我们还喝到一杯7欧的酒 然后喝那么多杯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找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的话是在旅游书上找的 可是我在这里学到什么是慢食 因为它在外面 我们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哇大排长龙 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 它居然还招待我们喝酒 你完全感受不到外面已经那么多人 在台湾有一次我在标榜慢食的餐厅 它叫好什么慢什么 但是我一走进去 然后它就说 我们大概只能用餐半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 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旅行 然后他们是这么的多人 然后可是他还招待你喝酒 可是在我们这边 强调慢什么好什么的 可是他可能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就希望你离开 可是后来我就很生气 我就坐在那边一直看 看看他有没有赶我 因为那天我是在台中 有个分享会 结果后来他也没有赶我走 然后我就说 根本就没有人要坐这 这让我有点不太高兴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有这个对比 我们透过旅行可以发现说 我们的生活原来是这样 你反而会有一个察觉 所以呢 就学到说 你要去旅行的时候 你要站着喝咖啡 然后你要挑对地方做 然后要注意 这个是他们佛罗伦斯的牛排 一个 他这个就很大 然后他有规定说 你要多大 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翻桌率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 就是 你大概会知道说 你进去要点点钱菜 什么什么的 他有一些 他的一个用餐的礼仪 那你有这个 懂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吃了 然后第三个 我就是推荐说 一定要去威尼斯的小岛 其实这是威尼斯 我们去之前有人就说 三十分钟就够了 因为他真的很急 你看都是人 而且这个浪漫的拱嘟啦 还会塞船 然后你就在那边看啊 船完全都过不去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餐厅的老板 他说 我绝对不要在这里啊 三十分钟就好了啊 因为东西又贵啊 又挤啊 又什么 可是呢 除了这个本岛之外啊 有人也有写这个书嘛 就威尼斯可以出一本书 然后我们一起旅游 大哥说 这是一场骗局啊 怎么可能可以写一本书 可是我们去威尼斯的小岛之后 就到这个礼岛 坐了几番船 然后到这边就觉得好美 因为很梦华人士的拍照 我拍了好多照片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到礼岛 礼岛去 虽然它的那个很贵 本岛很贵 但是坐船还蛮值得的 而且真的很漂亮 可以培养一点美感 而且我们在坐船的时候 看到一个超美的夕阳 那我觉得就可以重新定义 浪漫是什么 因为我们浪漫就是坐拱都 然后在那边塞船 可是其实你可以坐那种大众的船 很冷 但是看到这个夕阳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值得了 所以这个到现在都还记忆游行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托斯卡尼的小镇 因为我们是自由行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这个是一个山上 山城的一个餐厅 我们就是那边吃 然后一边 眺望佛罗伦斯 然后几个男生就在那边聊天 然后看着佛罗伦斯的夜景 那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体会是说 其实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忙碌 尤其是我觉得 我是以前住台北 现在搬去台中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大家走路都很快 那其实我觉得 再用一个机会 慢慢吃饭 然后看这个风景 然后你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那我觉得这是很推荐的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要学着为生命寻找感动的片刻 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去看古迹 然后去教堂 我弄的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古迹配盖600年 然后一个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修那一小块就一整天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很缺乏的东西 那其实出过这个旅行 你也可以观察到这些 然后最后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怎么去 几天就可以写东西 我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会后有兴趣的人可以交流 就是我觉得旅游写作 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喜欢吃 就是爱吃 然后享受吃 因为吃真的是旅游很重要 然后他说不是一道 草莓图腾说吃 一道菜不是一道菜 它也是生命的片刻 然后你还喜欢阅读写作 然后你要重点其实是分享 你要喜欢分享 然后最后就是 出发前你可以开始做一些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在旅行的时候 你的眼光就会不一样 你就会回来的时候 包括你对饮食啦 然后对美感的东西 都会有不一样的观察 好 我分享到那边 谢谢 谢谢 谢谢